调皮捣蛋家长却在一旁睡翻了 张话有民众跟满家约在超商面交 正在等候的时候 发现坐在随斜对面的小朋友 手就这样撑着桌子表演倒立 脚还瞪着墙面上的一幅画 而他的家长在旁边呼呼大睡 让他忍不住上前阻止 家长这才惊醒 不过只对小朋友淡淡说了几句话 没有什么指责的意思 然后又趴着睡着了 让民众直摇头 这个孩子手撑在桌上 就要踢在墙上就踢在挂画上 用这样腾空的pose看手机 一旁的家长趴着呼呼大睡 这可不是他家客厅 而是便利商店 弄到挂画商那里去 这样总共几次来来回回 大概三次 张话曾先生跟买家约在便利商店面交时 看到这一幕 孩子一直做危险动作爬墙 旁边家长就睡他的 曾先生出身制止 对方家长不以为意 过程po往后网友纷纷回应 整家店都是我的健身房 七月校门关果然比七月鬼门开还可怕 还有人讽刺的说 翻滚吧 男孩有潜力 桌子倒了 家长就会醒过来告店家了 也是要注意啊 因为你不知道小朋友脾起来会是怎么样的状态 太夸张了啦 父母可能太累了啦 因为小孩太调皮了啦 石器在便利商店直级 就看到有人占据桌子呼呼大睡 店员有时忙也无暇顾及 我跟他说不要做那种标准的工作 那一般你们会进来许吗 就有空港 律师看到画面表示 如果小朋友真的因为倒立受伤 店家是不用负责 反过来如果小孩造成店内物品损害 法定代理人还要负责赔偿 记者戴我帽讲话道